改成用Format的輸出 也就是說像剛剛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其實程式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因為這裡有什麼轉型 然後又串接又轉型又串接 有沒有 然後串在一起 但是如果說今天 假如說我用Format來串的話 會不會比較簡單 我跟各位講一下會簡單很多 那怎麼把這個東西呢 改成用Format來做 接下來的話一樣是Prism 那其實Format我們今天才用到 Format其實它這個標準流程 第一個先跟它講規則 什麼規則 就輸出的資料規則 所以一定第一步一定要先雙引號 然後規則的話一定是 你看一下這個規則它一定固定的 一定是這個會變 所以前面有個變數的話呢 那理論上我們要大瓜糊 因為我不一定要格式化 所以我就大瓜糊 意思是說我要放個資料 再來的話呢 中間加一個乘號 再來加第二個資料 第二個大瓜糊 然後等於 特別重要中間其實不用串接 因為在Format裡面呢 直接可以加在一起 然後再來第三個資料 就是後面相乘的結果 所以相乘的結果也是會變 所以我們就用大瓜糊 所以這裡的話 只要會改變的 一律用大瓜糊來敘述 那如果裡面有幾個大瓜糊 將來呢我們後面Format就帶幾個變數給它 OK所以有三個大瓜糊 後面還有什麼 反斜線T 然後呢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格式 有沒有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1乘上1等於1 後面一個TAB 那第一個數字 第二個數字 第三個數字 這三個數字都會改變 所以呢我們用大瓜糊 來當成是會改變的資料 那如果三個有三個大瓜糊的話 那我們後面就點Format的話 直接就是什麼 瓜糊的話 就給三個會變的資料 哪三個呢 第一個是I 幫我輸出的時候 就放I 逗點 第二個放什麼 放T 第三個的話放什麼 放I乘追的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喔 上面的敘述是不斷一直轉型 然後才能串接 那下面的話是把什麼 把會改變的資料有沒有 就獨立成一個大瓜糊 然後呢把後面的資料呢 再把它丟到大瓜糊裡面去 它就會直接幫你把這個結果給呈現出來 那最後還要記得一個什麼 你那個後面尾巴的那個換行拿掉 所以加一個END等於空的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我們就寫完了 那你會發現啊 上面的層次跟下面的層次比起來的話 當然顯然喔 這個FORMAT 應該會比較 我是覺得比較清爽啦 第二個的話也比較不容易出錯吧 不然的話常常喔 你們如果假設忘了轉型的話 一直行 哇又錯了 有沒有 不過當然FORMAT很好用啊 只是說可能對同學來說 也許還需要時間去適應它 好啊跟各位講啊 這個實在是太常用到啊 我還蠻常用到FORMAT 所以蠻建議各位 可以把這個好好習慣一下 那做好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再來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那結果你會發現跟剛剛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當然呢 程式部分的話呢 顯然會比較精簡啦 OK 所以請各位最後呢 再把那個剛剛的這個轉型部分喔 把它改成用FORMAT的敘述 幾個地方喔 當然特別注意喔 就是三個大瓜糊 後面一定要有三個資料給他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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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